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强势股特别是趋势性个股它腿彩的买入方法 首先我们知道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有很多趋势性个股 因为一些优质个股的话它虽然短期有脉冲式的上涨 但是它在脉冲式上涨之后会简单的进行调整 随后找出趋势性形态 有的时候大盘其实也是如此 它带有这种脉冲式的上涨就相当于一把弓一样 它上方也同样如此带有一个弧度 那么这就是它一个通道 如果使用不离线的话就可以看出它经常会做出不离线形态的走势 这种不是属于直线的趋势线 而是属于这种弓状像一把弓一样 然后我们讲怎么把握这种趋势性个股回踩的机会 首先第一我们要知道 它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脉冲式上涨 比如说这一次它有脉冲式上涨 这里有脉冲式上涨 接着又出现脉冲式上涨 每一次的脉冲式上涨之后都会伴随着调整 但是它调整的特征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很多个股在调整过程当中会回踩前期的支撑 前期的压力等等 因为在压力突破之后压力就变成了支撑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这个我去 它再突破一次 然后回踩了回踩了底部 然后在上方过前高的时候 然后又回踩了这一次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看量 就叫做缩量止跌抓买点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在拉伸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跟风盘 因为在拉伸过程中大家都喜欢右侧交易 右侧看涨的时候就有一部分短线的投资者追进去 因为当后面这些行情没有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是不是要接着再出现这样的上涨 因为没有发生所以很多时候是未知的 到大家追进去的时候 主力进阶的就开始洗盘 这种洗盘是阶段性的洗盘 我们看一下 它为什么要这么洗盘 就是因为这里有人追高 如果说主力这样拉下去的话 第一不符合主力的一个运作 第二的话会有很多过力盘 对于主力后期的拉伸也是不利的 而且对于主力来说 它拉伸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 不需要急于的快速拉伸 因为它是趋势性个股 趋势性的个股的特征 我们前面讲到一般盘子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包括一些机构基金投资的要多一点 那么我们看 这个投资这个线条我们明白了 在它拉伸的过程当中 刚开始往往是走着等小碎步 那么在它出现快速拉伸的时候 这里说明它有主力参与 如果没有主力参与的话 光靠散户的力量是不可能拉出这种走势形态的 短期快速拉伸30%左右 这个难度对于散户来说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是有资金的 那么拉伸到30%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30%以内 30%以内主力这样出货 首先是赚不到钱的 这个非常好理解 它在顶点的位置本身又出货 而且出的这么快 在这位置赚到了钱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大概没有走 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会发现它缩量的时候 量能缩小 量能缩小说明什么 说明它洗盘大致完成 因为在前面的时候 拉高的时候很多人追高 然后主力进行洗盘 要把这些追高的短线交易者洗掉 如果洗到一定程度 这里没有量能 第一没有量能的话 交投会非常清淡 上方短线参与的投资者 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焦急的 一看本来是想短平快的 结果一下子 这里走心念头了 肯定是受不了 多少在几个交易日就交给主力了 有的时候是十几个交易日 交给主力之后 主力后面就尝试这种拉伸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 缩量止跌抓买点 综合来说 就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它在前期要有拉伸 不能没有拉伸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拉伸 像前面这段时间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主力 没有主力 没有主力做的话 无人问津的话 又不是热点 叠加一些西洋产业 它就拉不动 所以第一 它在前期要有这样的拉伸 而且幅度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 尽量在30%以内 说明主力大概没有走 第二呢 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要缩量止跌 缩量止跌 其实是两个词 第一 它要缩量 第二 它要止跌 如果它不止跌 这种缓慢的阴跌的话 它有可能是问题 什么是止跌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红着 很长时间都不下跌 并且好像又有一双 无形的手托着它在 缩量的话 非常容易理解 跟前面那个图片 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了 这个量的明显缩小了 对不对 在这里出现一个极小的量 在这后面 这个就是最低点 然后就先上涨了 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筹码 因为我们前面课程当中 经常讲到筹码 大家因为你知道 筹码在它运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反映了 主力的一个行为和动态 我们看一下 它的筹码运行过程 首先我们看 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一块区域的筹码分布 是这一块区域的筹码分布 在右侧 首先我们看 从颜色上的判断 它这种黄色的区间 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我们看这个黄色的区间 代表着100周期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日线级别 那么100周期 就是100天以前 也就是这个位置 100天以前的筹码 举多 其次是60天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没有短线筹码 相对来说短线筹码非常少 那么在股价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出现上升 上升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筹码又有哪些变化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 筹码 高位筹码开始集中 这里右侧我们看一下 这个白线 其实右侧的这个白线增加了 说明短期筹码增加 接着 短线筹码进来了 是不是 那么主力肯定要进行洗盘了 结果出现了洗盘 在低位震荡之后 那么上方的筹码又开始减少 说明洗掉一片筹码 然后这个位置的筹码又开始增加 明显开始增加中部筹码 增加过之后 它股价继续运行 但是你会发现 它上方的筹码也在增加 但是下方真正最底部的筹码 并没有明显减少 非常明显 我们看一下 即使从整个从7块钱涨到12的时候 它这个筹码仍然没有多少变化 非常明显的就是 我们刚才看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底部筹码这里就有很多筹码 等到它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仍然底部还有很多筹码 说明这部分筹码是在锁仓的 那么这部分筹码只要没有走 相对来说 它都是安全的 因为这种是中长线的 这种标的 因为它是趋势型的 这种走势形态就像一把弓一样 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那么像这种一般什么时候 能够走出见顶呢 它见顶之后又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 首先当它见顶的时候 会走出一个加速浪 所谓加速浪就是连续 一到两个两到三个涨停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这里直接就快速上涨 这就是加速浪 加速浪之后 它会怎么样了 比如说在拉伸过程当中 刚开始按照趋势 有的时候调整 但是到一定程度开始加速 加速呢 基本上顶部就出来了 最起码一到两年的顶部出来了 顶部出现之后 它会维持在高位运行 它很难快速跌下去 这种就是趋势型标的 我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好处 它很难暴跌 因为它这个基本面非常好 这就我们研究当中 一定要记住这种走势 在这种走势的时候 我们只要记住三点 第一种快速拉伸 然后回踩 缩量 止跌 买点 然后个股的基本面 再研究一下 基本上把这个整个个股 按照打分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了 很多技术形态 对不对 你可以给它打个分 你不能讲单独一种指标 一下技术 就确定它的未来趋势 我们要严格的 像研究一门身一样 比如说前期有拉高 说明有主力在做 加个十分 然后有洗盘 并且回踩 那么出现止跌信号 那么再加十分 然后按这些量能 包括缩量 个股的基本面 财务状况 你给它综合打个分 如果分数比较高 超过70或者80分的话 那总体还不错 如果分数比较低 只有一项指标 能够看得上眼的话 那是不足以支撑 我们去进行投资的 所以在投资当中 我们一定要谨慎 学习是为了提高 我们的成功概率 以上就是今天的技术 谢谢大家